卢秀燕连任成功 第一天上班出席台中购物节 脸上喜悦藏不住 连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拼经济 大选结果出炉 台湾中部一片蓝天 卢秀燕身为国民党最强母鸡 由他站台辅选的地区几乎全当选 让国民党独霸中台湾 国民党女力中部全拿 卢秀燕身为领头羊功不可没 选举期间他多次南下辅选 这次九合一大选 除了台中彰化的王惠美 南投的许淑花 以及云林的张立善 通通高票当选 休息一天才进行扫街 卸票 许淑花成功接棒 现任县长林明珍 表现得很好的女性 几乎都是顺利的连任 所以我想这个是未来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的趋势 选后第二天还不急着公布 筹组小内阁名单 反而是许淑花当选后的立委 补选蓝绿由谁上阵出马 成了地方惹门话题 靖新闻孙明方 赵建林秋平亦采防报导 向下潜入 唇岩 入飞 撑 预测 费